各位听众朋友 现在在我们画面中看到呢 就是我们蓝天白云好时光的主持人 张嘉玲 他今天呢 随着我们上人行脚的随师团队呢 一起来到了 今天是行脚到 板桥景司堂 对 那今天早上就是我们海外家人第二场的 这个 寿正典礼 然后寿正典礼 对 那我们想要请我们的嘉玲来跟我们连线一下 然后来分享一下 今天早上到底有哪几个国家 回来 然后来寿正呢 好的 各位全城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PP好 那不能跟大家挥挥手 我是嘉玲 因为手拿制拍棒 对 在今天呢 上人行脚呢 是来到了板桥 那昨天是三重 是我们的PP随师 对 那在今天呢 是在第二梯次 第二场的寿正典礼 总共呢 这一梯次啊 第二梯次总共有十一个国家地区的海外家人回来 那在三重有六个国家地区 在板桥有五个国家地区 有哪五个国家呢 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因为不能看笔记本 也不能拿笔电 有来自印尼 马来西亚 香港 还有越南 以及缅甸 是不是讲到了五个 是 好 OK 记忆力一百分 谢谢大家 是 那在今天的新的分享啊 非常感动哦 在最近上人又重新来呼吁主统岁月的力量 对不对 对 所以在今天啊 有缅甸的家人 乌善丁啊 哇 我们其实 对 很早就听到过他的名字 对不对 这是呢 当初啊 我们这个米铺满啊 因为有这个浮种 我们这个缅甸呢 在当时有水灾嘛 那此情呢 援助了这个稻米的浮种 那这个浮种呢 延续下去呢 现在是爱循环哦 响应了竹筒岁月 他们不是日存五毛钱 他们是呢 存米铺满 对 每一天一把米 这一份的一个力量哦 你知道吗 乌善丁在今天的分享当中 先恭喜他今天是受证哦 那乌善丁师兄呢 他今天的分享就说啊 他总共现在自己就有 九百多位的米铺满会员哦 哇 他的力量 对 每个月呢 竟然可以有九千多公斤的大米 可以帮助五十几户的 受需要的这些 很需要这些米啊 还有帮助的 平平的 乡亲朋友们 我想呢 这就是上年说的竹筒岁月 每个人 日存一点点的力量 就可以延续下去 哇 真的听了很感动 而且就是除了 其实昨天的时候是分享到了一些 跟因缘果报有关的 因为昨天刚好有那个水灿的 他们有一个老师 他们团队来演绎 那今天就是呼吁到了 竹筒岁月 然后有乌善丁这位 对 很棒的一位 缅甸的菩萨 嗯 缅甸的菩萨 是的 回来分享米布满 哇 真的很棒 那今天早上的心得应该是满满的哦 对 尤其呢 嘉玲最印象深刻的 不仅是这些海外的家人 回来受证以外 上人在今天呢 又重新为大家来强调了 今年岁末祝福的主题 今年岁末祝福的主题是什么呢 也就是感恩尊重生命爱 合尽无争 合尽无争 共福源 对 哇 感恩匹匹哦 这两句话上人一再的强调啊 对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上人说啊 真的是天灾人祸啊 我们每一秒钟啊 大概这样讲一句话过去 但是呢 都来不及述说 这天灾人祸究竟在这个地球当中 在同一秒钟 有多少都来不及讲哦 这重叠里面的这个秒里面 好多好多的人祸 跟天灾的发生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来珍惜 来珍惜生命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爱护众生 也就是呢 要把我们的人啊提升出来 不仅是人与人之间 要感恩尊重 还要呢 扩及这个悟命的一个延续 也就是好好来做环保保护大地 还有呢 就是要爱护动物 守护所有生灵 这份健康的生命 对 所以呢 这次呢也特别的出来 还有特别说到 就是要 好好如素 是的 所以要从自己开始做起 我们每一个人呢 做环保最重要就是要吃素 那么吃素啊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应该是说只要这个小小的吃素的动作 就可以帮助这个地球有大大的力量 所以啊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哎口语嘛 想说哎要吃什么吃什么 其实这个念头啊 我们也可以养成习惯 就是想到慈悲心 这个动物的生命啊 上人讲到了一个很生动的描述 上人说啊 其实动物们的呐喊啊 我们其实只是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但是呢 他同样也是有珍惜自己的生命 同样也是会痛 那同样也是希望 他自己能够好好的活着 所以我们这份的慈悲心 不仅在人与人之间 彼此尊重 彼此合进相待以外 还要扩及 就是爱护所有的动物们 没有错 那想问我们的佳琳 现在在哪里呢 我们在板桥建司堂 那你的附近有什么 这是哪个地方 其实刚刚啊 我差一点就很想要拍附近的人 因为实在是太悬眼了 但是我在这边呢 其实是在一个走道里头 那这个走道呢 刚好呢 很靠近我们的会客室跟用餐的地点 那大家呢 用完餐出来 那今天的最末祝福 其实还有加上演艺时间呢 大概也到了12点20几分才结束 所以上人带领我们祈祷结束以后呢 大家用完餐 正正好是现在的时刻 我们大爱台的总监啊 还有我们海外的家人啊 还有刚刚我们广播部的词运经理啊 都在附近 哇啊 因为我们在连线 所以就没有跟大家打招呼 可惜了 下次呢 就希望他们也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连线 好的 好哦 那我们就祝福佳玲 随时愉快 好感恩 有更多的一个采访 还有更多的收录音 我们都在节目当中 会继续为大家来呈现哦 感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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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